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早上到台南去 到台南新市的農會去講課 那今天主要來的對象全部都是農民 全部都是農民 那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已經三年沒有坐過高鐵了 那以前的工作都是可能會全省到處跑去裝機 因為我以前在賣伺服器 賣大型的電腦 那後來我從事網路行銷的教學工作 我之前的工作我就放棄了 所以我就沒有在全省到處跑 這幾年我都比較專心在家裡面 錄製網路行銷的教材 這一年多我也都沒有到外面去做演講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演講的對象是農民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願意去幫助的對象 我覺得這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農民 這些小農很棒 因為在台灣 現在你比較年輕的這一代 現在的農民 我覺得都有很棒的觀念 就是他們希望種植出 無毒的食物 無毒的農作物 然後甚至是有機的農作物 那我覺得這些 這樣的產品是一種 做的是一種良心事業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食物可以變得更好 因為現在食安風暴真的是每天都在爆 所以我覺得 應該真的應該鼓勵我們的農民 可以去好好的做行銷 如果每一個農民都可以把自己的利潤提高 不要被中間商剝削的話 那可以更專心的把農作物做好 這些農產品做得更好 甚至可以去外銷到全世界 可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所以今天就到台南去講了一堂兩小時的課程 那讓我收穫很多 就是在於 其實農民做的事情 我都不清楚 但是今天透過他們講解的一些農作物的做法 讓我了解 為什麼食物可以無毒 為什麼可以做到有機 其實這些都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那這些都是我們不懂的 那因為我們不是在那一塊領域嘛 那其中我有講到說 農作物要行銷 農夫要去做行銷 有幾個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說 你會不會講故事 今天 因為今天有 大概我算算大概有60幾個農 我增加了60幾個粉絲 LINE AT增加60幾個粉絲 都是因為今天的這些農民加我的好友 所以多60幾個粉絲 所以如果今天你聽到我這個影片的話 你可以回個訊息給我說你收到了好不好 讓我知道一下你們有聽到有看到 那我在這邊就整理幾個重點 我今天講了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你要會說故事 那說了這個故事呢必須是真實的故事 必須是真實的故事 第一個是你為什麼想要做這個產品 你為什麼想要做這個產品 你的初衷是什麼 你要講出來 讓網友呢 可以對你印象深刻 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情 譬如說你 今天有講到一個農民是種番茄 為什麼你要種這個番茄 那第二個是 你的番茄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的價格跟別人都一樣 那產品也跟別人都一樣 那你沒有特色 你沒有特色 那你怎麼跟別人做競爭 那假設你覺得你的東西跟別人都沒有什麼不一樣的話 那你有沒有什麼故事 或者是你有沒有什麼專業 可以讓我想要跟你買 假設你們有兩個人是賣一模一樣的東西 可是有一個人特別研究 番茄對人體到底有什麼好處 你要強調你的產品到底對人有什麼好處 那你去多琢磨這些好處在哪邊 你要讓消費者知道 那如果你說的越多 讓我知道的越多 我就越容易相信你 因為你夠專業 即使你的價格跟別人一樣 可是別人講不出這些有專業性的東西 所以我 我寧願跟你買 表示你可以提供很不錯的建議 因為你夠專業嘛 所以我就相信你 好 那第三個呢 如果你不會寫文案的話呢 沒關係 因為其實真的有很多人 他們也許講會講 可是要寫的時候腦袋就會變空白 那如果你不會寫文案 或者是你自認為你寫得不好的話呢 你可以用圖片去做輔助 甚至用影片去做講解 那今天也有人問到說 我覺得影片有時候太長我根本不想看 那不如用圖片就好了 當然OK 但是為什麼 什麼狀況下需要用到影片呢 譬如說你今天是要講解一個東西的流程 像你今天要去吃一個水果好了 這個水果怎麼撥會比較容易撥 那怎麼吃會比較方便吃 這個東西你用照片可能就要用好幾張出來做呈現 那你不如拍個短短的短片 可能幾十秒就好了 讓我們知道 哦原來是這樣做比較好 或者是你看哦 一支iPhone手機拿出來 你光是用照片 你沒有辦法去呈現一支手機 對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可是我舉一個例子 假設這個iPhone手機 它的畫面可以用兩支手指頭撥開 就可以把圖放大 然後再把手指頭縮小 就可以把圖縮小 那這個東西你如果沒有用影片來做說明的話 你光是用圖片人家是不容易了解的 所以有些東西並不是說你一定要做影片 而是如果用影片可以輔助你做說明的話 那這會對你的產品大大加分 因為人一旦想要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想要徹底的了解這個東西 對它有什麼好處 所以如果你有影片去做說明這個產品的功用的話 影片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輔助效果 那當然如果你不需要做影片的東西 你就不需要 你直接用圖片就好了 那圖片影片文字都是網路行銷的素材 這幾個都是重點 好那今天大概就分享到這邊 那你網路工具的應用啊 它是一種熟練度 操作的次數是決定你成功的關鍵 你操練的次數越多 你就越熟悉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天分不天分的問題 而是你操練的次數夠不夠多 如果你軟體的操練次數夠多 你就會覺得軟體很上手 你就每天會去做 譬如說我每天要去PO文 我每天要去拍照 我每天可能甚至錄個小影片 那這個都是熟練度的問題 之後這些熟練度技巧的問題 你都熟練之後 你要琢磨的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 你到底你要發想你的故事 你要從生活細節裡面去體會你的故事是什麼 那你不要覺得說你的故事沒什麼好講的啦 別人都知道啊 事實上今天有些農民他們講的一些 一些栽培植物或水果的方式 其實我是聽不懂的 好那這些很專業的術語呢 只有你們自己同業的人聽得懂 我們一般消費者其實是聽不懂的 但是我們會喜歡聽這樣的故事 我們會喜歡聽 可是呢 你要用消費者聽得懂的語言來說 消費者聽得懂的語言來說 你要詳細的說明 因為你的專業術語一般人是聽不懂的 所以你要詳細的說明你的專業術語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這樣子呢 我們聽完之後我們就會有感覺 我們覺得哇 原來你是這樣子去種植你的農作物的 那我們會體會到你的用心 我們一旦體會到你的用心 我們就相信你 我們信任你的專業 這時候呢 就算我沒有見到你的臉 我沒有看到你的人 我都有可能會跟你採購 會跟你買東西 那如果第一次跟你買東西之後 我覺得不錯 之後就會有回頭虛構的可能 如果這樣子的客戶越來越多 你的穩定收入就會越來越多 因為回購的關係 越來越多人回購 你的收入就會越來越穩定 這個就是從網路行銷 一直做到你的口碑行銷 一個具體的做法 給大家做參考 希望今天呢 透過這樣的兩個鐘頭的課程 可以讓很多 今天來了大概應該有100個人吧 可以如果你們覺得有收穫的話呢 也可以給我一個回饋好不好 那在Lineat直接回覆 我覺得你覺得今天有收穫這樣 好謝謝大家 我是靈海爸 下次再見 今天 然後 感谢观看